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拉扯把杰杰给秀烂了 在BLG对战EDG的第一场中 4分钟杰杰猴子来上路干客 阿乐九桶一闪控住 就在阿兵被打到一丝血时 阿兵细节回头A不灭 一丝血开一回头勾引 然后等杰杰闪现再闪现拉开 配合防御塔和小兵的伤害 成功将杰杰反杀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小花生 成功给自家上单戴起了痛苦面具 杰杰马上到 阿乐这边还捏着异技能 往前走直接一闪 阿兵这边跳兵 还有一个闪现 猴子交分身 差一下平A 阿兵就是不交这个闪 甚至开反击风暴想反打 把闪现秀出来 被抛车打死了 阿兵 阿兵转反击风暴 回头勾引了一下杰杰 阿兵武器限制三人 艾奥克侠四杀收割 在BLG对战EDG的第一场中 21分钟BLG三人草丛埋伏 暗勾中猴子后 想普攻接大 但是杰杰放出了假身 EDG一看泰坦大招没了 于是直接选择反打 阿勒九筒一过强 大招乍中野 封部也单切艾奥克 此时阿兵武器也TP支援 这里梅口罗一技能给力武 刚好让力武吃到了泰坦的钩子 赶紧净化狂风往后拉 杰杰猴子进场大招BLG开始溃败 好在熏的天绝有大招保住了三人 天绝大招结束 艾奥克倒勾收下九筒 阿兵武器也进场限制三人 艾奥克狂风向前输出拉满 霹雳啪啦一顿乱射 就把EDG三人全给射死了 拿下了震撼厮杀 剩下一个风风也没跑掉 人头被薰收掉 这个位置 看到了 勾到了 熊侠的打 甲猴身上了 昂这边控制链没接好 侧面九筒直接溢过来 一个大炸到两个人 奥克这边倒过勾一下 被风风消到残了 先把风风的假身打掉 有一个TP篮是阿兵 牙膏闪现W晕 全一力熬一力武 但是牙膏先倒了 而且需这个位置 大高将将开出来 保了一下阿兵自己的血量非常差 阿兵这边还在 一个倒过勾极构死了就动 阿兵又进场了 力武闪出来没有被击杀 但是阿兵向前的闪现 完成了收割 这边还有一个风风 有没有武杀 好像让不了了 阿勒石头人没有连接全球大脑 聪明莫菲特拿下武杀 在EDG对战BioG的第五场中 阿勒用石头人向各位证明了 石头人在比赛上也是可以拿武杀的 话说这是我看比赛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石头人打武杀的 两巴掌直接拍死了双C 石头人要武杀了吗 石头人 队友在让队友在让 罗这边还在让 石头人车轮滚滚 武杀的莫菲特 聪明莫菲特 BioG下中也完美操作 把绝境的BioG救了回来 在BioG对战EDG的第五场中 23分钟这波团战就是BioG的生死团 赢了还能继续打 输了直接撒尤娜啦 各位注意啊在阿勒石头过来时 艾奥克的夹子牙膏的E以及熏猴子的大招 完美限制了EDG的中眼 让阿勒石头人孤立无言被激活秒掉 这风风在切进来根本处理不掉体肺的金克斯 这波一打完胜利的天平就已经靠下了BioG 这里我不大明白啊 EDG这是怎么指挥的 这种生死存亡的团战上单能和ED脱节了 太离谱了 阿宾凯南后排1.4 艾奥克金克斯起飞直奔伦敦而去 在BioG对战EDG的第五场中 31分钟赌上一整个春天的团战正式打抢 EDG开大龙 薰看了一眼往后退 但是没想到后面有节节敦服 就在EDG众人凹一薰罩门时 牙光一技能框住两个 艾奥克金克斯疯狂输出 杀掉阿勒后 刚好阿宾凯南天雷断后 电影人四人 起飞的金克斯一路狂门 瞬间EDG团战就爆炸了 四个人全倒在原地 然后BLG凭借起飞的金克斯 成功一波带走了EDG 飞进了英国伦敦的集中赛 这支BLG一路打下来 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我个人觉得这五位只要不犯病 任何冠军拿到手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这几个人的上限都太高了 EDG这个位置是知道你要来的 但是EDG已经做好了节奏的准备 姐姐藏在侧面 薰弦冲进去 被打出一个分身 想开薰 但正好Q被打断了 直接锁薰 那金克斯高兴了 金克斯这个位置在想法的圈里 不光输出 RBG就被套了一个虚弱 但是伤害已经打完了 金克斯一炮一个 最后只剩下风风 魅惑一下 进化瞄解被打不得到了 一炮 一波了 三杀到手 但是对于BLG来讲 他们完成了从第二轮 一路来到总决赛 去到MSI的奇迹壮举 恭喜BLG 恭喜BLG 拿下了本场BLG的胜利 去往伦敦 节奏到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 关个注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